你爸爸和我小媽早就認識 但如果你是他倆的私生子 你說甚麼? 說吧 你給我看片段是甚麼意思? Charlotte為甚麼會坐牢 大家心知道沒有? 但如果讓她知道 是你接了Annie的話 你會有甚麼反應? 是我帶走Annie 那代表甚麼? 她擔心你禍我身上 想你求我幫她離開香港 就是這樣 你不是打算拿一條片 就要把罪名全部推給我 是的,你時刻不承認 我沒有負負 始終證明不了你的動機 那既然你也知道 證明不了甚麼 究竟你想怎樣? 如果讓邱首爾知道你的秘密 那你應該沒那麼冷靜 甚麼秘密? 那些照片裡不簡單 應該借電話 我以為是有甚麼秘密 你爸爸和我小媽早就認識 甚至暗戀的小媽有早就知道 你不是打算拿一張照片 可以威脅給我小媽 這些層面舊事 就算讓我爸爸知道 也沒甚麼大不了 如果這件事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沒甚麼大不了 但如果你是她倆的私生子 你說甚麼? 甚麼事? 為甚麼姓叔會是我親生爸爸? 你到底有多少事瞞著我? 你怎麼知道? 是真的? 不是吧… 你不要亂說 是公眾親友告訴我們 他還拿了你和高成的行召給我看 為甚麼你要騙我? 為甚麼以為我親生爸爸死了? 我不是有心欺騙你的 不過我打算這樣說 你的心會舒服一點 而且高成答應我 不把這件事告訴別人 我怎知道你去跟兒子說才行 怪不得高成一次一次幫我 不是吧… 智芬…這件事一定不能讓你爸爸知道 以他的脾氣他知道了 一定會說我們倆會自出憂教 問題是高俊已經知道這個秘密 就算我不說,他也會說 不是吧… 我會跑去…高成 我叫他勸點高俊幫我們保守這個秘密 如果他們倆都不說出去 我們就沒事了,對吧? 是嗎? 你要踢爆我身世對他沒有好處 你要多少錢?你開口 我願意很簡單 是你女Sharla創架 我們幫他做點事,當是補償 我有沒有聽錯 你叫我跟浩宇合作 爹爹 我認真地研究過 沒有了Sharla的參與 即使我們有鑽石商場 土地改變用途的權益 都是得物無信 他就是看死我們沒有他 如其什麼都沒有 倒不如先答應跟他合作 然後再慢慢對付他 慢慢再對付他? 他現在最大的難題就是缺乏資金 他之前做Vio Chill也帶水口射著 但是現在趙氏決定不玩退出 所以他才找爹爹來談 這個就是對付他最好的機會 你的意思是暫且跟他合作 再利用優勢的材料 慢慢把土地發善去,再慢慢地 到時我們把商場拆掉去做酒店 他都沒得死路,所以打電台合作 是八零二母一海